隨著中國經濟成長 中國公民挹注大筆資金 到美國投資房產 酒店等等 是有所聞 而現在更有人將眼光 放在購買私利高中上 認為這是一項穩定 而且長遠的投資 另外根據估計 今年秋天開始 投資移民何可能會出現排棋 中國人到美國投資房地產 酒店等等一季不稀奇 現在中國投資人的標的 轉向私利高中 中國人比較重視教育 第二 很多的這些投資人 來到美國以後就會發現說 美國的很多的學校 雖然很好 也很有名氣 但是未必適合中國的學生 第三個 由於美國前一段時間的 經濟危機 金融危機 導致原來比較好的 比較貴的私利學校 它現在可能價格就比較便宜 或者是投資美國的教育行業 現在變得就是 是一個比較好的長期的 中長期的這樣的一個投資的選項 投資私利高中的金額 從幾百萬到幾千萬美元不等 而投注在教育這樣的長遠投資 主要要維持學校在美國的教學排名 以吸引本地以及國際學生 辦成一個真正的美國的品牌的學校 或者能夠繼承原來的美國學校的 這樣一個傳統 讓它繼續的能夠發揚光大 那有一點就是你要尊重 現在自己學校的文化 和自己請到的管理學校的 或者是給這學校教書的 這些老師的專業的知識和精神 也就是他們更願意 所謂的自己雖然是有所有權 雖然擁有這學校 但是他們盡量地不參與這個學校的經營權 也就是說在這個方面 越來越多的中國商人 我覺得意識到這一點 這個其實是一個挺可喜的變化 雖然投資移民是個取得 美國合法居留身份的管道 但現在因為申請人數激增 使得今年秋天很可能會出現排期 如果現在因為出現排期 它拖的時間很長 那對每一個家庭來說 都是設定自己的家庭計劃 子女的教育的計劃 自己的就業 自己的事業的計劃 我認為都會受到影響 其實投資移民一直都有一年 一萬個配額的規定 但是因為先前都用不完 所以並沒有排期的衝擊 而現在辦理投資移民的民眾 有80%來自中國 因此排期對於中國的投資移民 申請人來說會有較大的影響